我是一个在日本已经生活了98年的一个中国人 生活当中有过很多很多的经典 我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社长 从有过政治问题以后 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疑问 就是现在在日本的政治社会上 有过一种南京大屠杀的捏造 这么一个说法 有很多日本的 又更小就是在日本有权有势的这些人 他们问过我 说问我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那么我当时回答他们那句话 不管是30万人也好 还是3万人也好 还是3000人也好 这个行为是作为人类当中不可以去原谅的一个行为 那么他们都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回答 那么我继续在日本生活的情况下 我需要向大师请求能够告诉我 接下来我应该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以怎么样的一个慈悲性来面对这个样的问题 谢谢 南京大屠杀的有些历史我也感兴趣 我也看过很多 研究过很多 但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种人类的悲剧 这个我觉得是跟人们人的心态也好 中国人的心态 我们人与人之间现在不应该有任何的隔阂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人类的整个状况 就是特别特别的糟糕 现在非洲的南明比亚 南明比亚的人当时德国就开始占领南明比亚的国家 然后他们德国为了实验科学 大概是八百万人带到德国 然后去做实验 那么现在德国承认 承认什么呢 他当时拉锤人的杀害 这个是德国承认 但是德国不承认非洲人的杀害 所以很多政治的问题其实跟我们的生活 也可以做一些参考或者会议 但是也没有必要 我们很多现在的人的心态 应该是现在的生活方式来过下去 所以我觉得是包括高层的一些政治上的演习 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没有很多的关系 我也问了很多 包括去年前年 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些听讲的 有些朋友也是认识 我以前也是问过 比如说中国这边的一些电影 日本这边他是怎么看待的 然后我就好奇心地问过很多问题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佛教有佛教的 他的一种观点来 世间人生活有世间人的生活方式 然后政治家有政治的一些理念 过去的历史有过去历史的一些理念 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 包容的心态来 用过去的人类的一种物质 我们没有必要去探讨很多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也好 很好的学习 开放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 这是南京大虐杀的故事 我会有关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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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上中的传心态 但是你建议的传心态 我会有关键的关键 起传心态 在内部屋に行って ドイツ人が内部屋の人をドイツまで連れて行って 色々実験で色々やりました ドイツ人はこういうことを認めましたけれども ただしそういう黒人を殺したことを認めないです でもこれは過去の話 色々書くところがあるから 今の私は今の考え方を持って 関与な心を持った方がいいです 私は今回もアフリカにいて色々感想がありますから また後であなたと そういう経験をあなたにシェアしたいと思います